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到了SKY時事話的時候 今天要講的就是 我們的珍寶海鮮房 在南中國海那邊沉沒了 這件事真是 看到我很心傷 為什麼會沉沒呢 就是 覺得珍寶海鮮房很可惜 那時候 有人問過林太 在2020年的 施政報告 提出若洞 港島南 推動海融公園的協助 重新活化海鮮房 但是在5月底 出席行政會議前表示 如果相關單位 還沒辦法找到完美的方案 他不會因為曾經表示 會保留而勉強 耗用大量的公帑介入 那這個 就很大問題 當初 扣上南區發展的時候 珍寶海鮮房 擁有者 慷慨答應無償捐出 所以 當局不打算斥資營運 但因為政府不擅長營運 這些場所 不擅長營運 如果合作夥伴 海洋公園和海鮮房的業主 沒有辦法找到完美的方案 喂 方案哪有完美的 他不會因為施政報告 曾經表示保留 而勉強介入 唉 但是 今天看到 珍寶海鮮房 沉沒 這個責任 不知道跟林坦有沒有關係 我不敢 每樣事情都說 跟他有關 但他說過 總之 香港所有事 都是跟我有關 我們不會挑剥離架 全部跟你有關 那你這件事是不是有關你的事 我真的不知道 無愧於心 聽到這件事 我相信大家覺得很難過 一個這麼有設計的味道 可以展現出當年香港的繁華盛世 你如果有個地方讓他停泊住 或者是 你說政府是真的想保育的 暫時放在那裡 你不用移離香港 可能這件事就不會發生 我是不是無限上綱呢 我不知道 但是 總之這件事 令到我覺得 又記多一筆 林太 真是 不知道怎麼說 Sky 你怎麼看這件事 唉 真是 可惜 看到 真的覺得可惜 真的 如果不是 疫情 我相信 生意一定不會差 因為 這麼多年歷史 我都去過 因為我覺得他很正 他很特別 原來是天台柳國 這樣 又有一張籠椅 在那裡給大家坐一下 拍照 但是 突然間我聽到沉沒 我都覺得 咦 心沉一沉 又有一個歷史的文物 又不見了 不見了 原來是什麼 因為 沒有辦法經營下去 船 放在那裡 要維修 兩年 風吹雨打 沒有人理過的 政府之前說的 又沒有做到 最後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又是關你事 又是 很可惜的 其實香港很多 很多事情都沒有了 有一些事情 其實是 沒有了那個行業 例如 有一些酒樓是倒閉了 很多年老牌的 也都有一些 很知名的 上海吃東西 那些也是倒閉了 我覺得 我也覺得很浪費 很可惜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現在市面是這樣 十失九空 大家看到 這個情況是誰做出來的 誰做得不好 令到這樣 所以經常都說 不知道關不關你事 但是我覺得 是啊 真是什麼都關你事 好和不好都應該是關你事 因為你是五年裏面的特首 為什麼不關你事 對不對 不可能 其他官員的事 你真是特首 你去一吃 你這輩子做得不好 那都是關你事 他講的嘛 在LOW那裡 在LOW那裡訪問那時候 講過的嘛 是 什麼都關他事的嘛 聽到他 是啊 有時候很關他事 有些又說不關他事 所以這兩天就奇怪了 我覺得 咦 我看完之前的訪問 就是今早 應該是昨天錄的 為什麼 今天 大雷Sir 要看一看LOW的訪問 咦 為什麼他講話 有少許不同 難道他真的自己覺得自己講錯話 在那裡鬧 但是鬧不了 那些主持很凌厲的 你看到 是吧 不同的平時那些 不會就住你啊 林太太 人家不會的 所以一定會 撿你的了 你就會出陽相 所以 我看到你真的不停地做訪問 我已經覺得是 很有問題的 你經常都在借提發揮 是吧 你做錯的事在洗底 搞到這麼嚴重 總之你日到永遠沒有錯的 但是今天呢 你就開始有些 奇怪了 你說怎麼回事啊 之前他沒有說過 又說主體責任這些 其實 鬼不知道有主體責任 又說給別人聽 記住啊 下屆來一定是問責班子 一直都是問責班子 只有你一大部問責 你是有關子的 我沒有問責 可惜 我覺得是 其實 我們怎麼為之 我們想在今天的節目 跟大家談一個問題 怎樣為之一個 好的特首呢 這個問題 我覺得很值得大家討論 因為 我們不是慢慢 我和Sky 大家其實都很想 有沒有大家給我們意見 什麼是好的特首呢 對於我來說 一個好的特首 聽民意之外 他還有一個大方向 他會知道 如何為市民好 或者為香港人的福祉去著想 這是我覺得 作為一個香港領導人 所必須要做的事 譬如 香港人覺得 我現在樓價真的太貴了 那我呢 就想建多些房子 我們置業安居 安居 安居樂業 這方面 是我們想的 那你真的可以做到 大家上樓的速度很快 你亦都可以令到 香港人在住屋的問題上 得以解決 起樓快一點 那樓就沒那麼貴 供求問題 這方面我們都想做 那地產商 不要那麼暴利 你不只是辣椒 頭痛衣 頭腳痛衣腳 這個我覺得很棒 是不是 那Sky 這一番 就有些話要說 因為找了些資料 我看到 林鄭說過度性房屋 她是做得很好 那你這方面有什麼看法 是啊 做得很好 是啊 但是我覺得 過度性房屋 都覺得是做了很多 叫做房屋政策 我不是很認同 說明是過度性的 不是說你建好一個完整的 一個新的屋邨落成 不是這樣 那你就說 其實我有到的 房屋政策看到的 過度性房屋 有成幾千間的 大佬 什麼沒有做事 那我告訴我 大哥 人家要你建的 真真實實的屋 不是過度性的房屋 你知不知道 過度性的房屋 是很小的 好像一個貨櫃 大小的 是啊 廢棄 是啊 但是是不是永久 不是 過度性的 暫時的 你不可以這樣說 你這樣說 當家的供貨 我們不收 我不收貨 我不收貨 你這樣說到 哎 又說我五年的政綱 別人問他落實了幾成 他說都有九成的 在房屋的問題 他都覺得 都是九成的 做到 因為交通屋給你 是不是 有幾千戶屋的人 不用住在劏房 想住 過度先 就過度先 大哥 是不是這樣 都算是 有自己 很厲害 很厲害 或是 其實當時 我們樓價 升幅 不是很厲害的 其實 比之前的特首 已經少了很多 所以 根本 我已經做得比之前好 因為之前 積累了很多問題 下來的 其實 因為這些事情 都很棘手的 歷史來的 到現在 我都OK 你不可以全部都把贊放在我那裡 他是這樣的意思 他是這樣演繹 但我不知道是否意思 我自己聽出來 但是 這個意思 就是想這樣說 之前有CY做特首的時候 我都是做政務司 對 我想問一下 之前做政務司 你都應該 都是在搞防護問題的政策 你又做了些什麼 我又不覺得你做了些什麼 反而波叔做了些事情 在上屆特首那裡 CY Sir做特首的時候 真的拿到一些東西 那些東北發展計劃那些 都在做了些事情 但是你呢 你又沒有 我覺得你完全沒有 那你現在經常拉上保下 之前又說之後 跟著還要大家記得 以後大家記住 有屋住就要想起我林鄭月娥 因為我現在 但是 撐好了 你們就有得住了 功勞歸我這一帶 是啊 不是什麼叫做 前人宗說 後人成兩 他沒有說前人宗說 但是他又說後人成兩 所以 其實不是解釋到 又是我的功勞 是不是 我們是這樣解釋 嗯 嗯 是吧 嗯 真的 那他就說 過度性火屋只是臨時措施 要真正徹底解決火屋的問題 仍然要加快興建公營火屋 他又稱讚運輸運防局局長陳范 指他的任內竭盡所能 任勞人怨 近日議會順利通過分拆 運防局為火局和運輸及物流局 足以證明陳范過去五年 一個人肩負兩個局長的職務 厲害啊 是啊 現在拆了之後 這樣說法 說兩個局長的職務 以前一向都是一個局 現在變成兩個局 那就說了 很厲害啊 因果關係有沒有問題呢 我不是很清楚 這一方面 但是我們看到 其實 有關的過度性房屋 其實建立的時候 是很簡單的 因為盡量簡單是最好的 如果你是太過複雜 就比較困難一些 雖然現在的房屋 租金很便宜 只要2000元而已 而且單位內的傢俬 就是免費的 因為這些房屋 其實最重要的是 因為地產商 肯以象徵式的一元 去借出一個土地 例如像銀基少爺一樣 運防局撥款11億 資助興建 博愛醫院 有一個叫博愛江夏圍村 就負責協調 興建和營運 這些房屋 其實對於未上樓的家庭來說 其實真的是一個福祉 我都希望可以做到 這些過渡的房屋 其實對一些年輕人 或者還未上樓的一些人士 是很大的幫助 老實說 但這樣是否可以解決問題 其實不是 我們應該去為社會設想 做更多的工作 這幾千個 甚至會有一兩萬個 這些過渡性房屋 我覺得對於上樓的朋友 或者香港人來說 是一個過渡 就是一些新型的 可不可以說是耍智區 但是不可以長久住 但是我覺得房屋的問題 是我們最關注的 這方面 起碼有些事情做了 這是不是一樣的公職 我覺得算是 老老實實說 為什麼我覺得算是 但是不是一個很大的公職 因為你要地產商配合私得 這些中央一定有出手 我們看到 作為特區的時候 搞這麼久都未搞到 現在有些過渡性房屋 其實的時候 最重要的是 你可不可以在其他房屋問題上 或者土地問題上 去解決這個長久性的問題 我覺得這是要做的 還有 最重要的是 香港市民 其實都說了 香港人其實是很善良的 最想怎樣 你2019年的事件 我們說到 口都臭了 其實最重要的是 香港人是 所有人都有聲道歉 抗疫的事 有聲道歉 你道歉對你來說 那麼難 那麼難的話 你就不要接受訪問 但是越見越多 我不知道遲下 香港01 很多報章雜誌 可能你輪著接受訪問 但是你不斷接受訪問的時候 你就會說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包括之前的始作俑者 人家地方 這些說話 很輕視其他人 又說這個 負責的官員 又要去解釋政策 又不清楚 你如果是這樣 你不如去問問 你的同事 其實是怎樣說 為之最好 雖然我知道你不會問 但是 2019年的事件 真的和你無關 你不是一個政治的失誤 你都說了 政治的敏感度不夠 對地域性的問題 你又不是很清楚 觸覺又反應不夠快 對地域性的問題 很多說法令我們覺得 你講這麼多 究竟做得好還是不好 但是你又給自己90分 那你又說 如果 我們發生同樣的事情 即是未必是我們這一屆發生 在下一屆 或者任何一個時候發生一件 很反中央的事情 其實 我們也知道有很多時候 我們可以防患於微然 或者在處理的過程上 我們做得更加好的 對不對 即是我們去做 我們其實期望你做得好的 林太 這件事我希望你了解 香港市民也有了解 你做得好 我就很想讚你 但是你做得不好 提過很多次 你又不是聽不到 你是堅決不做 那做什麼 對吧 還有你會為年輕人道歉 你現在試過境遷 你就覺得 這件事好像與我無關 雖然你口中說 香港特區政府每一件事都跟我有關 但是我真的不覺得 其實 你聽市民的看法 聽市民的意見 有些意見的看法 即是有些看法 是正常人的一些看法 你接受這方面的意見就可以了 對不對 不難的 你不用兩邊遷就 你可能覺得兩邊遷就 對你來說 我才可以維持一個中庸之道 但不是這樣說 其實什麼叫中庸之道 就是你事其事 非其非 你做回一些正常 應該要做的事情 還有的時候 你適當適切地找人幫忙 如果不行的時候 叫救命 阿爺會幫你的 對不對 你一聲令下 多少義工出來幫忙 雖然不是幫你 可能幫一下可議員 幫民建聯 工聯會 或者其他義工團隊 這些是大家一起幫忙的 為什麼會出來幫忙 為了香港市民好 是沒有的 是不是 Sky 我再加給你 真的 當然 如果沒有幫忙 我們現在 今時今日 都不知道搞到什麼情況 我不敢想像 如果只是靠林太太的努力的話 她經常講到自己 我們出了很大的努力 但是結果 都不知道為什麼會令到 那些市民很大怨氣 其實我也做得很好 大哥 你會這樣賺自己 我們真的很難撐 大哥 你都要找一些實際的事情出來說 那是怎麼好的 但是我又找不到 也很廢的 剛才阿大徐也說 講到的 有些過渡性的房屋 都是吉正來的 對 給你半個credit 因為過渡 沒有的 還沒有正式 如果正式 我就真的給你一個credit 不過 接下來 家超sir 你政策 都會有這些事情 不過 不知道 到時林太太說 我早就規劃好了 這些 那才讓你鞠氣 是不是 又說你自己 整個團隊沒有問題 咦 但是我奇怪 你說 讚一下局長 陳凡 他說 他任勞任語 很好的 這個局長 你們不選他 就浪費 不止 他又說 其實 誰說 律政司司長 鄭若驊 對我們這個法律界 做了很大的貢獻 尤其是國安法 和其他 新的法例裡面 他做了很多的設計 很多事情 對於香港特區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貢獻 為什麼 我不覺得 中央頒布來的國安法 不是中央想的嗎 你有什麼 我不想不到 為什麼會擺錯去 鄭若驊 施掌那個範疇裡面 又真的很奇怪 如果真的這麼滿意 如果市民又覺得 咦 這麼多司法不公 大哥 為什麼會這樣 明明他們很嚴重 但是為什麼這麼輕 這些事情沒有停過 無日無知 在這個社會裡面不停的發生 每天都還 審案的數字很低 追不上 被捕人士的數字 其實我覺得 很多事情可以做到的 我接下來 我希望當然要快 因為你越來的人不公道 這些事情 我不明白為什麼 你可以賺得下 鄭司長也沒有出來講過 自己公職有什麼好 怎麼好 但是唯獨是 林太突然提起人家 我不知道人家 能否覺得自己 好像你口中那樣搶藥 但是如果不是 人家真的很尷尬 我都沒有賺你 你賺了我 但是我出去街上 被市民嚇我 那怎麼辦呢 所以我就覺得 哎 真是平衡時空來的 怎麼賺得下 真是講到這些事實出來 你說你很大的貢獻 公園何在 如果你講到國安法 最大的貢獻 喂 當然是何議員 政研會 戴衛sir 很多外國外國的人士 一起爭取回來的 真的啊 林太跟你有什麼關係 你沒有啊 我們叫救命 你救不了 警察你保護不了 由他們被人騷失 到現在 你真是連一句道歉 你都不覺得自己有錯 就是每天都在稱讚自己 有時候真的覺得 雖然還有一個星期 那些人說到日而聯 外面的市民 如果真的這麼好 我們怎麼捨得你走 是吧 抱著你來疼 大哥 但是你一說到這樣 我都覺得 我不知道怎麼跟你鬥 大哥 還有這個哀將 葉北權也沒有說 葉北權很厲害 他說 他的銀杆 是大家 世人 都清楚見到他的 他對社會很有貢獻 還有 在抗疫期間 他做了很多事情 而且一個人走兩個局 所以 你真是告訴你 他真是政府 一個很重要的人 是不是想說 不用他 下屆的政府 可惜 你覺得 是不是 真的 他講得這麼厲害 是吧 是吧 是 唉 你不停很厲害 怎麼看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譬如他賺鄭若驊有巨大的貢獻 就指他在這任的政府裏面 有不少法律問題 包括國安法、選舉法等等 就是有做過很多事情 有做過很多事情 你當時就應該出來發聲 這個是我自己覺得 因為國安法 你作為一個律政司司長 你應該出來和大家解釋 為什麼要立國安法 選舉法 你覺得是做了很多事情 我也希望 你告訴大家 為什麼我們 在這個完善選舉制度裏面 我們是要做這些工作 對不起 我真的好像平行時空 我聽不到鄭若驊 有出來解釋 國安法和選舉法的問題 或者很低調 可能一兩次 但是如果你說 有很主動 或者全力的推動 港區國安法 或者完善整個選舉制度 或者選舉法 其實 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呢 這件事 我就不清楚了 對於鄭若驊師長 我覺得是頗為失望的 林太這樣說法 我就不知道 原因在哪裡 還有說到聶德權 是能幹和有團隊精神的人 李能幹 有團隊精神? 那麼 鳳Sir這件事 不知道算不算有團隊精神呢?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 林鄭若驊師 你有沒有看清楚劇本 你有沒有看過鳳Sir 你有沒有看過鳳Sir那邊 一定亂稱 是吧 是吧 林鄭若驊師 你都不看 你看完我包包 說不出口 這番話 對嗎? 說起來 說起來很火火 老實說 我真的不明白 老實說 當時政圈都流傳 我問過一些朋友 其實都是真的 想聶德權上去政務司司長 說這個位置當然很棒 是啊 但是的時候 可能中央都覺得 不是太適合了 李家超才是他心目中的人選 所以當時 我們看到的 林太有一樣東西 就是喜怒盈於息 你喜歡和不喜歡 其實都看得出的 你的動態各方面 讓我們觀察到你是怎樣做事 或者你是怎樣處理一些事情 是不是用人為親 我不敢這麼說 但是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 這一屆的特區政府 其實真的是佛善可塵 又亂及至 我們看到 林太出來說的時候 你是很震撼的 那個震撼是 原來是這樣的嗎 那種感覺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或者我是觀察錯了 但是那時候很明顯地 如果你是由特區政府立法 就不可能做得那麼快 你現在把功勞 你都放在鄭若驊師長那裡 我不知道為什麼你會這樣說 很明顯 如果這一套法律 真的是鄭若驊師長提意見 或者幫忙立的話 那時候 那時候整個流程上 包括警方 是 抓了人 那時候 律政司就會建議他 怎樣去起訴 法官就審判 對嗎 所以整個程序來說 那時候我們看到 律政司有很多的 員工 或者是官員 或者是檢控的人員 在檢控的時候 是為警察帶來很多不方便的 這些又忘記說 是不是 鄭若驊做得很好 如果做得很好 下面那班全部的公務員體系 裡面 律政司裡面的人員 其實應該很快可以撥亂反正 對不對 這個是合理的 我們按照道理來說 我們不是想評論 但是我覺得 鄭若驊師長 如果你真的做得好 那時候是黑暴時候 你的手傷了 無論怎樣也好 你都回到香港辦公 但是那時候 帶給我們的訊息是說 我會休息半年 是不是 甚至更加留下的時間 還有你又想辭職 那叫做得好嗎 我不知道 如果林太太 你覺得這樣做得好 大家都很清楚 那時候你跟商會人士 林太太跟商會人士說 你想離職的意思 一言下之意 其實都已經出現了 那你就當沒事這樣 那你的商標 我們怎麼搞得好 這些是商標 聶先生要去做事的時候 是不是做得很好呢 如果他做得好 公務員事務局的時候 應該很快處理了很多問題 又不見他很快 公務員體系裡面很多問題的時候 我覺得有一點觀觀相偉的感覺 那種感覺 放你一馬 自己有 不要做得那麼絕 走得那麼盡 但是你這樣的做法 我覺得是親親 自己人我就好一點 你不是其他人 不關我事的 我就玩一下你 是不是 我這些又不合法的 你是合法的 我玩一下你而已 對不對 我按照程序來說 我可以不給你的 你又不屬輸 我屬輸過你 我就玩盡他 這些是我們當時的感覺 你又說是一個熱廚房 是不是 那我就不覺得 我們做得那麼爽 還是熱廚房 是不是 如果你是做得好 現在李家超就不會說 一件事就是 我們要改革整個公務員的 系統 工作的流程 希望減少一些程序 那如果做得好 就不需要這樣說 這些我們是很合理的判斷 我們不只是說林太太你 我們是說整個公務員的 體系上的問題 那林太太要你自己 是無限上綱 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是尊重的 但是我們 很多人覺得 你是做得不好 既然做得不好 我們就 跟大家說 說說 說一聲sorry 就算了 但是最大的問題 你認為sorry 你也不想說的話 我們就唯有 裝癖一下這件事 大家都不想見到林太太 但是 聶德權做得好不好呢 鄭若驊做得好不好呢 相信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 對不對 Sky 今天 當然 時間差不多了 不好意思 我霸了Sky 那麼多時間 我們下一集 再講一講 究竟林太太有什麼 好嗎 OK 今集時間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各位 拜拜Sky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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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